欸咻 來 企鵝 你先離開 今天沒有你的戲份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馬 今天呢 小馬要來跟大家開箱這個 最新的飛董鞋款 那這次呢 就是以非洲為主題的配色 我們現在 三雙鞋子 給他 打開來 那這三雙就是小馬要來跟大家介紹的 飛董最新鞋款 今年啊 飛董真的是 出了非常多的這個鞋子的配色 從三月份的 Holy 印度的這種色彩節 那再到五月份的大中華地區限定 沒有想到才隔兩個多月 八月份又出了 以非洲的民族文化為主題的 這三個配色 那今年真的有蠻多 飛董的配色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那所以相對的呢 飛董在市場的這種轉售價 也開始在下降當中 因為他的這個鞋款越來越多 那需求量也開始在減少了 畢竟原本的物以稀為貴 到現在已經有這麼多可以選擇的時候 相對的就會開始比較飽和 那當然對消費者來講 應該是蠻開心的齁 因為你的這個入手價格越來越低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三個配色 都是以這種 非洲民族文化的風格為主題 那現在小馬手上這款就是 以粉灰色的Priming編織材質 那搭配的支撐架就是藍色 然後黃色的底 而且這一次呢 他是用上全新的大底 那這個大底呢 小馬之前有在Hong Kong 那一雙配色裡面有介紹到 所以呢他這次搭配的這種大底 會比之前的鋸齒狀大底來的輕盈一點 所以拿起來呢 就比較沒有像之前飛董來的那麼的重 那鞋子變輕了 當然穿起來肯定是會比較好穿 那這次的主題其實圍繞在這種 非洲的民族文化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鞋舌部分 都有這種民族風的這種感覺 這種彩色花紋 就在他的鞋舌上面 其實可以看到三雙的鞋舌 是長一樣的 那這個黃灰的配色 配上黑色支撐架 紅色大底的這個顏色 小馬覺得是男生穿起來 最好看的一個顏色 那再來另外一雙 是這個藍灰色的配色 配上這個橘色的鞋底 這個顏色呢 用的是紫色的支撐架 其實這幾雙鞋款 都是非常醒目 非常大膽的這種配色 所以呢 在穿著這種鞋子的時候 小馬個人會覺得啊 你就可以配這種長襪 然後短褲 那這短褲呢 就可能素面一點 那你就可以搭配在這種鞋子上面 就有一種休閒的風格 做一種比較休閒的穿搭 那這次的後跟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後跟這兩邊都是用上 反光的材質 這兩個顏色呢 是鐵灰色的 這雙粉色呢 它是用到綠色 那一樣是做反光材質 所以它在這一個部分 它做的會比較厚一點 而且在反光效果其實 都還蠻棒的 那它的鞋帶呢 一樣是有配上反光鞋帶 像這一雙 它原始的鞋帶 是橘色鞋帶 那就是跟它的鞋底去做呼應 然後配上一個黑色鞋帶 那這一雙黃色的配色呢 它是配上黑鞋帶 然後再放上一個綠色鞋帶 其實這樣配上去 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雙鞋子不錯 粉色的 上面是白色鞋帶 然後配上一個藍色鞋帶 所以這次的鞋子 每一個都有在額外附贈一個鞋帶 那再來的部分呢 就是小馬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們上面的電袖的這塊字樣 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這一次的設計啊 跟以往都不太一樣 它特地的把中間留了一塊空白 然後去電袖上它的這個字母 那這一次的字母是寫的什麼 我們就先從藍色這隻腳來看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上面呢 其實是一個英文加數字 英文加數字 那我們可以去這樣看 它這個數字1就相當於是i 數字3就相當於abcd的e 所以這雙鞋子上面的英文是 nilele 字是什麼呢 它不是英文喔 它是用斯瓦西里語 應該就是非洲的一種語言吧 它的意思呢 就是永遠的意思 那這隻腳 它上面寫的它是 nb3l3 所以它就是nb1le 那這一樣呢 是斯瓦西里語 它的意思就是向前 所以呢就是告訴你 穿上這雙鞋子 永遠向前 也就是要你往前看 人嘛 就是要往前看 往前前進的這種意思 那黃色這雙鞋子上面的呢 我們就把它翻成 empower 所以就是empower的意思 那這個呢就是英文喔 如果我們把另外一隻腳一起看的話 這邊呢有一個5 那其實就是英文s的意思 所以就是可以翻成 i n s p i r e inspire 那當你穿上去呢 就是要給你授權你自己 一些靈感 激發你一些藏在你身上的這種能力 所以呢這雙鞋子 它的意義也是蠻重的 那再來呢 這一個呢就是上面寫的 m o t h e r mother 就是母親嘛 那這雙鞋子的 另一隻腳上面有一個4 就是a 英文字母a的意思齁 l a n d land 所以就是motherland 那motherland 合在一起的意思 其實就可以翻譯成這種 原始的家鄉的這種感覺 所以呢這就是他們這三雙鞋子 上面的這個大概意思 小馬不知道這樣子解釋到底準不準確 如果有人可以解釋得更好 那你在底下留言齁 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這三雙鞋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該解釋的也解釋了 我們就上繳給大家看 那小馬呢 只會上繳這個黃色的配色 因為呢其實小馬覺得 鞋子呢 飛董已經蠻多了 所以 只要去買一雙覺得好看的配色 這樣就好了 不一定全部都要擁有 所以這次呢 小馬只會穿這個黃色的配色 給大家看 上繳之後 穿起來的感覺是如何 好的以上呢就是小馬對這三雙鞋子的一個介紹 那如果你問小馬說 欸這次的飛董到底推不推薦 你們去購買 那我會跟你們講 如果之前啊 你都沒有買過飛董的朋友 可能想要入手他的NND系列的話 其實這一次是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入手的 因為一方面是他的價錢呢 沒有像之前吵得比較高 另一方面是他的這個鞋底 是最新的鞋底 那這個鞋底其實小馬還蠻喜歡的 他的抓地力 跟他本身的這種鞋底深度 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鞋子的重量 也比之前的這種鋸齒底 來的輕 這個鞋底其實是比之前來的更加分 所以對於新的飛董 其實小馬是覺得 鞋子來講是還蠻不錯的 至於配色上面可能就見仁見智了 畢竟有些人還是比較喜歡這種 素面的這種素色的配色 像這種花紋非常多的配色 可能就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這三個顏色讓你們挑 你們比較喜歡哪個顏色 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那喜歡小馬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幫小馬點喜歡按鈕 記得訂閱小馬頻道 記得按讚留言加分享 我是小馬 我們下次見 掰掰